针对台北捷运文湖县通车以来状况不断 监察院今天通过纠正台北市政府 并且要求益处相关失职人员 文湖县去年7月4号通车 10号就发生大断电 让旅客走在轨道上显向还身 一直以来大小状况不断 监委介入调查认为台北市政府测试 旅刊时间不足就上路 还将木炸线和文湖县两个不相容的路线 采取一车到底 发表策略程序不当 今天系统也没有经过审慎规划 让预算一直增加 也造成通车后事故频传 决定纠正台北市政府 为了调查文湖县 监委约询过好市府 马市府时期的相关官员 还做总统府与马总统查讯 了解当初的决策过程 监委认为文湖县的确不适合 以高架或地下建造高运量 终于浪的决策没有错 终于浪的决策没有错 终于浪是比较可行的 否则到现在都不会有捷运 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觉得 这个决策的责任是没什么问题的 终于浪的决策没有错 但市府在处理相关招标工程 和屡刊未尽责任 要求市府议处相关人员 不论他是政务官是事务官 是现任的或者是离职的 以及已经退休的 只要一旦查有实据 我们一定会依法 进行相关的议处 监委除了针对台北市政府 提出纠正之外 也认为交通部没有事实派员检查 或通知限期改正 也还请公共工程委员会 检讨改进 记者林姓林国黄 台北报